《禁戒法师,一切都在》的故事 历史上,一修和尚是日本的一位高僧 他对日本佛教界也有相当的影响 过去一修和尚跟他师父在山中一个小毛棚打禅气 两个人经过七天的休学,心都静下来了 到了第七天下午,禅气快结束了 到晚上就结束了 突然间他师父说,别坐了,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他师父就把一修和尚从毛棚带出来,又一路带到山顶上 一路上可以说是清风绿草,鸟语花香 师徒俩就坐在那个地方,看着四方景色 看完以后,他师父也一句话没说 好,回去 黄昏的时候,师徒俩就慢慢回到寺庙 快到的时候,他师父突然跨前一步,把四门关起来 将一修和尚,将一修和尚关在外面 一修和尚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关在外面,就坐在阶梯上等,等等等 从黄昏等到天黑 后来一修和尚关在外面,后来一修和尚一想,他说 当然在,青山依旧在,只是没有照亮而已 一切都在,这是个关键 我们现在是一个黑暗中的真如本性,但是真如本性的功德一切都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结 诸位,请你从今以后,不要老是觉得你业障深重 对,没错,我们从因缘的角度,在修规一的时候,是业障深重 业障深重,是从因缘所生法的假名,假象来安利的 但是当你回归到本性的时候,你必须要肯定自己 所以佛法中,有否定门跟肯定门 在修规一时,你要跟着阿弥陀佛修规一 当然,你不能说我跟你一样 修规一的时候,必须要谦卑,我业障深重 弥陀万德庄严,我归一阿弥陀佛 但是,你要往生的时候,就当然不让了 极乐世界是我心中本具 所以,我用我本具的一念心性,来意念弥陀 所以,能念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不可思议,自然感应道教 因此,念佛的时候是谦卑 往生的时候,你要肯定你可以往生 所以,诸位,你在使法跟拳法的操作 要非常地灵活 从拳法的角度,落入因缘所生法 让我是业障深重 但是,你回归使法的时候,你要当仁不让 所以,诸位,你现在有两套方法 一个是拳法,拳法庙,落入因缘所生法 我们是一个业障凡夫 而在真实法中,我们跟诸佛是同一个真如本性 在天台宗原教修行 叫做名字集的真如本性 名字集的大白牛车 这就是所谓的一切都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